蒋介石任人为亲 但凡少用一个纸上谈兵的人 也不会输得太惨 自古以来 有英雄横空出世 那就也有与之对立的痞子将领 这些人普遍都是才能不足 缺乏智慧 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因素 最后尚未成功 而老蒋领导的国民党 就是被一些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缺乏战略眼光的所谓将才拖累 但凡少用一位雍才将军 都不会败得那么惨 可谓一手好牌被打得稀巴烂 那么 国民党中有多少未被蒋介石重用的 范统将军呢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以至于名流千古的呢 视频开始前 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第一个 就是蒋介石的头号粉丝 也算是老蒋的半个儿子 陈诚 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 陈诚绝对算得上是老蒋身边的低红人 至少在军事排兵部镇上 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头号人物 不熟悉他的人 恐怕会认为此人定是一位奇才 只有这样才会得到蒋介石的如此信任 但事实并非如此 1898年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县 蒋介石也是浙江人 如此一来 他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半个老乡 这一点已经使得他赢在起跑线上了 黄埔军校成立后不久 陈诚在校内担任了一名教官 这期间他的表现也尚可 虽说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但作为教官也是兢兢业业 可谓是平平凡凡地度过了一段时间 也是在此期间 他结识了校长蒋介石 而他真正出人头地 是在1925年 东征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 最后取得了胜利 这次讨伐 促进了广东的统一 从此以后 陈诚得到了蒋介石的关注 试图可谓是平不清云 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陈诚还抛弃了自己的发妻 娶了蒋介石的干女儿谈响 据说这桩婚事 还是蒋介石和宋美玲 两人亲自做的媒人 娶了蒋介石的干女儿以后 陈诚真正成为了蒋介石半个儿子 他在国民党的地位不可谓不高 以至于后来老蒋还有一句口头禅 忠正不可一日无修辞 这个修辞 指的就是陈诚的自豪 他后来一直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但显然他的能力 达不到总统的左右手级别 可谓是得不配位 他之所以能尚未成功 主要靠的不是军事才能 而是听话 他对蒋介石可谓是言听计从 无论对错都会照做 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头号粉丝都不为过 事实上 在国民党前期的时候 陈诚表现虽说平淡 但也不乏偶有亮点 但自从真正的跟随在蒋介石身边以后 他已经极少会出现在战场上了 后来的陈诚虽然也是将军 但一个不上场打仗的将军 也就只会纸上谈兵 他的指挥才能可以说是非常一般 在北伐战争中 他曾经指挥过极场战斗 但军以失利告终 因此在外人看来 陈诚的战场指挥能力是很有问题的 战场可能真的不适合他 适合他的可能也就是教官罢了 但是在蒋介石看来 却并非如此 他认为陈诚只是年轻 需要更多的历练 于是 在1938年武汉会战的时候 老蒋把他升任为第九战区的司令 统领指挥70万大军抗日 然而武汉战役以失败告终 这也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不少人都知道 失败的主要原因 就是陈诚的指挥能力欠缺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 他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 还把他从前线撤回到自己身边当参谋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不长记性的老蒋 决定再次重用自己的干女婿 让他前往东北战场 对抗解放军中良将众多的四野 结果毫无意外 他再次战败 而且败得一塌糊涂 以至于在国民党内部都引起了民愤 要求老蒋把他处死 因为当时的国民党东北军 无论是武器还是战斗力上 都比解放军高不止一个层次 即便这样 他最后都能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 脸面尽失 除了以死谢罪也别无他法了 但陈诚一直以来 在蒋介石心中都是忠诚 听话的象征 蒋介石再次力排众议 保住了他的性命 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 只能就此作罢 这也足以看出腐败 任人为亲 在国民党内部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就连一党的主席都是如此 上梁不正下梁歪 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 除了陈诚 还有哪些庸才得到了老蒋重用 蒋介石重用干女婿陈诚 奈何此人只会纸上谈兵 老蒋败得不冤 然而 国民党中像陈诚这样的人不少 大部分还都出身黄埔军校 奈何中看不中用 那么 除了陈诚 老蒋还重用了哪些庸才 胡宗南被誉为是蒋介石的身边的狗腿子将军 蒋介石对他信赖有加 他与陈诚一样 和蒋介石不但是同乡 还是黄埔军校出身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已经结识了蒋介石 因此 他在国民党内部可以说是妥妥的嫡系 也正是因为高攀上蒋介石这座大山 胡宗南才得以一路晋升 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员大将 如果他不靠这层关系 以他的能力 那最多也就一个团长的水平 没有真本事就坐上高位 这不仅会导致军队腐败 还会埋没真正的将材 但蒋介石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对胡宗南偏爱有加 1932年 国民党进大别山清剿共产党 这次清剿行动蒋介石愈驾亲征 而当清剿大将的就是胡宗南 当时在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只有一万余人 而国民党此次有备而来 带着几十万大军 试图对共产党实行一锅端 因此 面对如此明显的优势 胡宗南口出狂言 公然说出 漫川关就是共军的坟墓 这样大言不惭的话 无能之人 即使给他多少人马也无济于事 在随后入关的战役中 由于对地形的不熟悉和狂妄自大 胡宗南的指挥乱得像一锅粥 红四军一下就灭了国民党两个军 看到这场景 吃了大亏的胡宗南 马上让部队撤退 在撤退途中还被无击了 如此丑态百出 也使得他出征前的豪言成为了千古笑谈 不过他也有优点 就是非常会察言观色 与此同时 他还很会交朋友 当时国民党内部军统的领头人戴笠 就是他的好友之一 因此蒋介石要干什么 他即使不在身边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蒋介石这辈子就希望国民党可以统领全中国 剿灭其他党派 胡宗南深知这点 因此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也是正式不干 专心致志地干 搅供的业务 但凡有一点点的恭敬 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向上报告 这也使得蒋介石对他信任有加 认为此人深得他心 在日军入侵 家破国王时 他也依然把枪口对准共产党 而不是清华日军 这也使得他后来被民众唾骂 对阵装备不怎么样的红军 他都打不过 那对阵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的日军的时候 胡宗南几乎就是全程被压着狂揍 他对阵日军多次大败 丢失了大片领土 这使得他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的地位 也一度下滑不少 胡宗南察觉后很着急 但他在这时候 不是积极恶补自己的指挥才能 而是挽起了争权 抗战后期 日军疲于应对我国的攻势 战力远没有一开始强大 此时 胡宗南希望借此一血前耻 希望杀敌领功 但奈何他的上司陈诚 并不愿冒险出击 于是他极度不理智地 和蒋介石的干女婿争权 争不过就直接请假回家 要说胡宗南这辈子啥功绩没有 那也不是 后来他趁着共产党军队主力不在延安 最后带领部队一举攻下了空城延安 可能这就是他最大的胜利了 占领一座空城后 他还使劲地和蒋介石吹牛 说自己在延安俘虏共军五万人 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蒋介石竟然还相信了他的话 胡宗南可以说是 国民党当年失败的缩影之一 但是他平庸了一辈子 最后却有不错的养老待遇 上天待他算是不薄了 那么 除了他 老蒋手下还有什么得不配位的将领呢 蒋介石偏爱黄埔嫡系 奈何看人的眼光不行 最终败得一塌糊涂 无论是陈诚还是胡宗南 他们的军事才能都配不上身处的高位 但蒋介石执迷不悟 非要重用他们 导致接连战败 国民党的信誉也逐渐败乏 而除了陈诚和胡宗南 还有一人被老蒋称为福将 但此人的军事才能也不尽如人意 那么 此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刘志 都说 猛将不如治疆 治疆不如福将 这句话用在刘志身上 再合适不过 刘志的职业生涯和陈诚也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参军前期表现良好 但刘志前期仅有的表现 也是因为其运气比较好 后来仿佛是运气用完之后 其饭统将军的属性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北伐战争中面对各路军阀 刘志靠着自己的一点实力和运气 混得如鱼得水 所以在中原混战中 他也有了长盛将军的名头 但讨伐军阀和真正面对日军 战斗力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 在北伐和中原混战以后 刘志的运气似乎就像用完了一样 紧接着就是各种骚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 他也是黄埔军校出身 从老蒋执掌国民党早期开始就追随他 加上北伐有一定的功绩 所以他的官越升越大 带领的部队人数也越来越多 西安事变后 杨虎成和张学良麾下的几十万大军 就是被刘志接管的 按理说杨 张都是国民党旗下的虎将 他们带领的部队应该不是耸包才对 但在刘志的带领下 几十万大军都改头换面 战斗力呈现出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抗战爆发后 刘志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 兼任第二级团军司令 这个职位比很多国民党内部真正的猛将都要高 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但是老蒋任命 素来都是用人为亲 能力次要压根不管底下人的反对 所以 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 刘志的军队一溃千里 在平汉战役中 他被日军打得连阵地都不敢待 只能沿着平汉铁路疯狂撤退 蒋介石不断发电报给他 让他务必坚守镇定 他竟然直接无视 这一站下来 刘志也得到了一个称号 就是长腿将军 意思就是腿长 在战场上撤退跑得快 蒋介石知道后 显然非常生气 立马致电质问 他为何无视命令撤退 部队又去了哪里 荒唐的是 惊魂未定的刘志 连自己撤退到哪里都搞不清楚 一会说自己在河南 一会又说自己在河北 把老蒋气得够呛 勒令他不要再退了 但唯恐命丧日军的刘志 哪里听得进去 他竟然继续难撤了上千公里 这后来也成为了 国民党党内的一个笑柄 后来解放战争大决战的时候 老蒋重启了刘志 当时刘志手里的部队人数 达到了惊人的60万 且全部是精锐部队 装备也轻一色美式装备 但是刘志再次一战溃败 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在解放军的攻势下 最终在战场上 把55万人折了进去 此时的刘志竟然带领着家人 逃到了东南亚交输去了 再次把蒋介石器的吐血 这样一个临阵脱逃的人 老蒋却还将兵权交给他 实在匪夷所思 而他之所以能得老蒋的信任 归根究底就是忠诚 这也使得后来老蒋 在维护刘志的时候也说 刘志打仗不行 但国军中有谁比他更忠诚 现在看来 蒋介石选拔人才的方法 从来都不是看能力 在他身边的将领 最多的是黄埔军校出身 要不就是同乡 同时听话和对党国忠诚 也是他用人的标准 即使这样任人为亲 老蒋身边也还是有杜玉明 削悦这些能力出色的将领 只是他们受到重用的程度 远没有上面提及的 这些庸才那么多 因此国民党的失败 也就在所难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